字幕提供 好了,差不多了 威Sir,可以嗎? 可以,穿衣服 好,我們開始了 大家等了很久,我看到現在有十幾個 Hello,大家好 Hello 又來到我們今天的神同威與陳經理 我想說,我們今天的製作成本很高 好 怎麼搞的 你看這張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每次製作成本很高 非常高昂,而且我們很認真製作 記得,記得 多給點心心,用來安慰威Sir 我很苦惱 多少錢?三百二日 今晚沒有三百二個,我心心 威Sir,肯定不高興,不開心,不說話 對,不斷送給心 多給點心心 唉,真是 不過幸好是電子版 好像比較划算 好吧,我是陳經理 威Sir 就在旁邊 威Sir,我們今天都有幾個主題 想和大家聊聊 主要兩個 我們要談談勝平比賽 因為勝平比賽 很多人都會問究竟可不可以玩呢 要怎樣才能勝出呢 怎樣才能取好評判的歡心 這個,就算這個年代也有很多人會關心 說完攝影比賽的事情之後 我們又會說一下 大家都最近開始量分了 去哪裏拍照好呢 我知道今天,阿Sir又去了尋休探秘 對,今天一個人都去了 對 待會便可以問一下他 好,正式開始之前 大家 我們今次會看評論 記得有甚麼留言給我們 對,那些聲音 上次的聲音是出了意外 這次呢 十分好一點 應該這次我們都試過了 是沒甚麼的了 如果還是聽不到我的聲音 聽不到阿Sir的聲音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我們今天的目標是 320個心心 是 好,正式來了 講攝影比賽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作為一個攝影器材品牌的代理商 其實這麼多年來都攪過不下 這麼多次的攝影比賽 幾千次 是吧 幾千次 威Sir這麼得高望重 一定是廣邀去做評判 剛剛今天才收到一個 有嗎 之前的 今天再給了一些資料 就是安排一些事情 分享講座 通常作為一個品牌 尤其是拍照的品牌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以這個攝影比賽 來做招來 派一下禮物 派一下福利 吸引一些粉絲 或者現在正在用的朋友 吸引多一些他們 其實都是一個市場的手段 都是的 是 你問我有沒有參加 如果你問我 我有沒有參加過 但是你說對於消費者來說 是吸引的 是 就是拍照 拍照 又可以有機會給別人去 看看你的作品 如果你說一個不幸運 就應該說一個不幸運 就是 我是個頭獎 很開心 不過以我的經驗 我看了這麼久 另外獎品 通常最吸引都是一些相機 如果大家 去現金獎 其實通常都不會很多 現金獎 真的不多 通常都是 送相機、鏡頭 有的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品牌 他送了一套 加起來也十幾萬 十幾萬 差不多十萬 十幾萬 十幾還是十萬 我不知道 總之不是說幾萬元 他應該是很大型的 他那個不知是否很大型 都是知名品牌 來過幾個 自己猜 因為我見到他有一個貼文 不是早前 我想早半年前 我見到他那個參賽者 在那裡再回顧 很感謝那間廠商 他那時候真的 差不多十萬 有相機 有幾支鏡頭 不是一支鏡頭 不是送一盒契式給你 可以分幾個層次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搞攝影比賽 最高的檔次 當然是品牌自己搞 尤其是相機本身的品牌 有時候 如果不是第一個檔次 可能是品牌 都是品牌 但是可能是配件品牌 搞 然後再一個檔次 可能是影會 攝影組織 網站 然後再一個檔次 可以搞 那些檔次 都搞過 撞鬼 對 有頒獎的 有禮物 真的 那時候是 押鞋 是贊助禮物 對 贊助禮物 我們有很多參賽者 有幾萬人參加 然後還有一些 譬如有些 普通網站搞 雜誌搞 影會搞 同鄉會搞 總之 有人的組織 就會搞攝影比賽 我都見過一些 那些 那些示範比賽的圖片 令人 滿然一身 他用那些 Microsoft Work 那些 Word Art 那些字型 像以前 我們剛剛玩電腦 會連到甚麼大補貼 你看到那張圖片 就知道創意 多麼澎湃 多麼復古 真的見過那些示範比賽 那圖片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大 比較小型的那些 通常那些禮物的禮物 一定是少一些 一定是少一些 通常是批評我們的廠商 我有個這樣的比賽 會贊助一下禮品 如果預算許可的話 我們一定會支持 你說批評這個字 我每年都給某一間寄信 來批評我的 批評你甚麼 那間不是小的 不過 如果你是那間店 有人會知道 不過我想它是循例 他沒有說批評甚麼 他說他會辦任何晚餐 或是 你有沒有一些贊助 類似的 那你不是送 拍照的 會籍 會籍 或者是 沒有啊 我沒有理會 送一張照片 簽名照 送一張照片 送一張照片 也不知道 是這樣的 也有的 我覺得不關你大還是小事 可能是巡禮 他都會 其實在廠的立場 幫到手就可以了 在廠的立場來講 他找得到我作贊助 那就是他看得起我 對吧 也很開心 也很開心 或者產品有認同 不過你講開一些大東西 那你是不是有一個大東西 試鏡比賽都可以 如果講大 是的 分享一下 大型那些 其實大家 每個品牌 其實每年都會搞一些很大型的 自己專屬的牌子的一個攝影比賽 那這些通常都是全球性的 全球性之餘 還要劃分地區性 全球性的那些就誇張 是的 S字頭那個有 是的 C字頭也有 C字頭就是香港的馬拉松 是的 這個非常之出名 今年沒有搞的 沒有辦法 你不能走出去玩 是的 我記得H字頭 H字頭 就是大方名的哈蘇 那些真的是大師賽 那些 大家知道我之前是做過Leica 我們都講一下Leica 那時候有些什麼可以 趣聞告訴大家 關於攝影比賽的事情 是的 其實每一年 Leica都有一個叫Ostenbarker Award Ostenbarker是誰 就是發明Leica 第一部135菲林相機的發明家 後來 Leica 當然 這麼多年都繼續消費它的名字 對的 前面早 就拿它的名字來做一個比賽 這個比賽其實真的很殿堂級 是的 很多年歷史 是很多年歷史 基本上你們有見過一些很出名的相片 其實都可能是來著這個比賽 每一年 即不一定要用Leica相機 那不錯 當然你用Leica相機是有充足的 不一定 參加那些的其實大部分都有Leica相機 但我記得有一年 那個冠軍好像不是用 是用詩記 哦 即是它沒有 那才反而有地位 是的 那才有地位 如果你只是說要Leica才有 那些人會覺得你有偏見 是的 對 這個Ostenbarker Award 它分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 我們簡單點叫大師 大師賽 其實補得名的那些 都應該是大師級拍照的 是的 另外一個 有一個叫做新進Newcomers Award 即是新進攝影師那些 那些 就是給一些 我覺得好像年齡限制的攝影師去投稿 就像踢球那些 類似的 他乘機發掘一些新的攝影師 新進 新進攝影師 是的 我很記得的 我有一年去幫忙處理香港區的時候 有一個 後來公佈了出來 2011年 2011年 他那個冠軍 是新進的 是一個叫黃京的年輕人 其實他是一個深圳人 大家都是講廣東話的 他的相片很特別 我們現在馬上轉一轉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現在去到這個畫面 大家看到 他的相片 我們現在慢慢去播放 他全部都是黑白相片 他全部都是用菲林機拍攝 這張我喜歡 有個豬頭在那裡 有個豬頭 裝出來 很搞笑 想起腳就很短 那隻套餐 就像我自己這樣 拍攝陳經理我 我經常有這個感覺 好 繼續 繼續 你看到這張挺有趣的 有隻貓這樣爬樹 但是 這張很搞笑的 這張法寶膠 在池裡 這張會經過地盤都看不出來 我相信你回到大陸 很多時候的水桶 一定是有這些垃圾的 垃圾的 然後這些 這張照片 看上去 如果不是配合了上面 有Like的那個字 有些人就會覺得 是否真的會獲得獎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都特別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印在一本攝影的畫集 是可以的 但剛才那些 真的好像 很生活很隨意 它一系列的展示 也不同 你個別一兩張 你常放在Facebook 應該沒有特別的Like 但一個系列這樣看 也不同 很多時候 我經常都說 你看照片 都真的要去看看氣氛 你想想你在一些咖啡店 它在牆場掛一幅畫 找支射燈射下去 表起了 你怎樣看 那張照片都很看 有氣氛 有音樂 有咖啡的香味 情調是很適宜 去懶高檔去欣賞一些東西 所以就 擺一塊嗯 都好像很好看 這個真的有影響 我會特意拿這個Case出來說 這批相片 我們當時收到總部說 這批相片是其中一個贏了 我們的同事都覺得很驚訝 因為可能對於我們香港 中國 內地的人來講 這些相片其實經常都見到 它是否平時拿獎作品 不是這類的相片 因為 你知道這些 殿堂級的比賽 主題影膠親的相片 其實只有幾樣東西 也是 打仗 饑荒 沒有東西吃 但是是機者 那些 是很慘的相片 很運動 是 比較失敗一點點 我後來看 拉卡 那裏有些解釋 為什麽這批相片會贏 原來 大概的意思就是 當一班評判 他們看到這麽多 這麽慘 這麽 heavy 的相片 的時候 突然間有這輯相片 的出現 他們會覺得很輕鬆 因為那些籌委 其實那班評審 幾年來都不停看 評審這些很戰爭 很頹喚敗雅的相片 突然間有些相對地清身 給他們的感覺 就很特別了 很少清身 突然間有豬頭 所以他覺得很特別 就贏了 當然 黃經 這條後面 我都給大家看一下 再滾到下面 有那一幅相片 其實他是深圳人 講廣東話 我們曾經 贏了 他又是講廣東話 我們都邀請過他 過來香港 做一個分享 其實他是一個很喜歡拍照的人 他一天起碼拍一卷菲林 很熱誠 真的很熱誠 但他就是因為想 因為他一向都用了Leica 因為他喜歡拍照 知道有這個比賽 他就從幾千幾萬卷菲林裏面 就找了這一輯相片出來 然後交了比賽 這樣就贏了 之後往年 他就不斷有Leica的贊助 送相機給他 有光環 有增加光環 他基本上之後 打後這麼多年 Leica出了新機 甚至數碼機給他 都有一部是給他的 這種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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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參加過 需要報名費嗎 好像不用 好像不用 威Sir 你可以今年試一下 拍攝自己 要靠一些比賽 來掙扎一下 但這個攝影師很有趣 後來認識他 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都說 就算你送這麼多相機給他 他都不用 他還是用回M式 這些就是大師 Loyalty 忠誠 但問題是 他跟我說他很慘 他說 他送這麼多相機給他 他的相機 就賣不出去 那當然不行 因為全部都黑了他的名字 全部都是特別版 那沒理由賣出去 如果一間廠 就要刷你的名字 但是要賺錢 應該也不會靠別人的名字 那是 他的作品 後來是讓我知道 是因為他得獎 然後賣出去歐洲那邊 是的 那些畫廊那些 是的 但是 有例外話 我剛才沒說過 我邀請他過來講 是的 民產是否有些光環 他就不太懂得說話 可能一些藝術家 說話不是很厲害 表達得不 沒有我們那麼多口水 但是我們那時候 很多like our fans 很多視頻學會的前輩 慕名而來 是的 一定 因為拉格大師獎 是第一個華人可以獲獎 其實那裡有百多個攝影愛好者 或者真是很高級的前輩來看 其實有些前輩都看完之後 都靈靈頭 其實他解讀不到那張照片 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會贏得到 所以 沒有爆發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 雖然是一些得獎的照片 又未必是個個會解讀得到 甚至乎有些人 都不知道去拍什麼 發佈交斗 我每天都看到 都有這樣的評論 所以其實 有些酸聞的味道 是的 有葡萄 是的 但是怎樣也好 其實都見得到 一個攝影比賽 無論贏還是輸 一定有好評 一定有負評的 一定的 我自己做評判 我都很害怕 是的 我都很大壓力 不如你又說一下 你做評判 其實怎樣為之 一封好想呢 威Sir 你看一下 你說現在我們講閃比賽 閃比賽 通常有個主題 譬如我之前做過 以前做過某間巴士公司 香港特色 日常生活 香港情懷 香港情懷 很抽象 你怎麼拍一個發佈交斗 這個不是香港情懷 發佈交斗 挺淒慘的 人類生活 還有環保團體 環保團體 有些 綠色香港 或者什麼 行山徑 最近做過一個拍攝行山徑 要看一下攝影比賽的主題 其實你想想一張照片 符合它的主題 你有两件事,一是事前你拍了一堆照片 刚刚配合到主题就参加 一是你又为了主题而去拍一些照片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否会特意为主题拍一些照片 我感觉是可能他们拍好了 刚刚配合到的照片就丢下去参加 我会觉得就是你那场比赛的目的 去做什么?是选一张漂亮的照片 还是透过你一张作品去提出你世人的关注 其实这里也可以分享一下一个刚刚一两天的摄影比赛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你会看到 这个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比赛 我想是比赛,我没有特分地去认为 但是这张作品来的 当然你有养猫,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老虎抱着一棵木 这是西伯利亚虎来的 其实都… 当然,很明显想你去感受到地球暖化的问题 怎么会一架冰都没有呢? 好像一架脱脱脱的一样 就是这些作品 就是你如果纯粹拍一只老虎 它是不是一张好的照片? 未必是的 因为你又见不到正面 又见不到一些苦枢 对不对? 又没有浅景深 但问题是它符合到比赛想表达的内容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说 你拍照很厉害,但不参赛就一定可以 是的 即是你参赛,你真的要达到那样东西 不如你不说主题是社会运动 你很害怕它那些示威冲突现象,你就拍不到 但是不代表你景色差,你怎么拍这些东西 所以,我自己觉得,一个小比赛 某程度上都是看彩数的 是的 我也会这样说,奥斯卡的电影 是不是那一年没得到奖的电影很差 不值得看呢? 也不是的 有提名都已经值得看 甚至乎没有提名都很值得看 只不过是看你刚好那一年 你的对手是不是那么强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做评判 当年都鼓励大家参加比赛 没什么所谓 但是最重要是 起码不要有一个说 我拿不到奖 就好像中不了状元 不能回家收家 不要有这样的状态 是的 因为比赛一场 也有的 其实我以前搞地区公司要做宣传 简单单单做个比赛 送一两部相机 但是那时候 那些人会很认真地去对待一个摄影比赛 那时候他们真的会曬一张照片 不是4R或者3R 是真的曬到好像A4再大一点 很大张那些 跟着再表起它 然后呢 会在后面写完这张照片 是光圈发文多少 这些最基本 甚至乎他拍照的时候 那个心情都会写在那裡 这个真的很厉害 有些人会很认真地对待 我也收过 就是 为什么他赢不到 或者为什么那张照片会赢 他有时候我都试过 会问的 当然他不是挑战那些 他是请教我们的 为什么 其实我心里面是我们自己的同事 看的 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也挺主观的 主观 因为你想想一下这个摄影比赛 你现在不是参加摄影 只有威sir一人拍摄 可能来沐上找陈晶 你帮忙看一看 如果你参加有这么上规模 他怎么都会找一些摄影师 一些所谓现在叫QA 一些所谓名气 有一定的公信力 是那个人懂得拍照 懂得拍照 但是要想起一件事 同时有些机构 他要给他的老闆 像我这些 对 去参与其中 但是不幸地不是个个 好像曾经理那样 那么有学样的 对不对 我不是说有些人没有学样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意思是 可能你不是一个拍照的人 叫你去评论 天文涅影 你很难评论 我每次看威sir的相片 相片都一样 我不会知道原来背后的故事 比如说我们看相片 比如说今后 有一个黑洞相片 就是用一个射电网镜拍的 计算出来 当然不是直接拍的 那张相片 如果你是一个 如果你丢去参与天文戏比赛 是死定的了 只有一个黑色的洞 外面有个洞 还要起格子 你看那张在视角上 对于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 没有搞错 有些星云 银河海 加个沙滩 再加一棵树 有个人 人 这些就很科华 但是你如果认识天文涅影 你认识那个怀疇 你就知道黑洞相片的成本 贵那些东西 不要生气 看看几个心 哎呀只有四个而已 哎呀 给多些心 给多些心 没有心血少 威sir这样 很生气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你可能参与成本比赛 很不幸地 是一些不是太影响的人 他的评分佔一个比较重的比例 那就出事了 是 就是说明明你那张照片 我可能是攀山摄水去拍的 但是那个评判 他坐在个冷却房 他就这样上一张 他不想你拍过程 那我们这些拍照的 会知道你 比如蓝蛇尖 你拍过什么星流迹 我会想到你很有诚意 是 这个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 或者可能危险 就是这些 你说是否有很多分数 可以比较下去 都说是一定会有的 就是你一定会有少少少 所谓的同情分先 就是可能构图很差 但是我会 都很有诚意 或者觉得很景 所以我觉得 也要看看你那一年 那个评判的 组成成分 所以就 真的要看很多因素 但是我觉得 都是志在参与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看到有些朋友 就是我以前 就是有些 拉卡的朋友 可能他开头 都是很普通交作品 去比赛 因为拉卡都有些 每个月的比赛 他们就是每个月 不断交 不断交 还有你真的开始会懂得看照片 知道哪些是好哪些不好 然后从而慢慢改进 我身边都有些朋友 以前这一刻 可能之前拍得很普通 但是慢慢拍一拍一拍 有些相片是被拉卡 拿来用的 也有的 对的 你要浸淫的 是 好像学语言 你当然可以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 是 构图很工整 色彩运用很棒 但是 都要看内容 漂亮的相片 不代表内容 没错 好 你刚才说到那些色彩 那些 我又问一下威Sir 以前我就说 我真的写一张大照 出来表起它 那现在 通常都是叫大家 交信号 还要压缩 不要超过多少MB 这样的 那你多漂亮的相片 都压缩了一张 那 看不看得出 那些人有没有去 收拾过那些相片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是看得到的 那些 像上次月亮的网站 你找个弯骨 看到月亮 好像有4-5度 那么阔 那些是an-gular diameter 是不可能的 是 那些人有黏 除非你说 那叫做多重曝光比赛 那就可以了 他主题叫多重曝光 但如果是TEMONS比赛 那这个是不合理的 就是TEMONS镜镜镜 然后黏在Y镜镜镜 会造成一个地球的灾难 要加弹这么多 潮池力很厉害 也会这样去看得到 也有些譬如说 怎样说呢 有些元素不可能在那一件 这些会看得到的 不过就不多 反而是 你说收拾相 其实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说的收拾相 不是叫你多重曝光 或者你根本没有去那里 又拿一张照片去另一个地方 是说你收拾光灵对比 色温你调错也可以的 如果是气氛的话 是的 接着又或者 我们 譬如说 要应付光灵带的题材 或者HDR 这些是绝对OK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 现在就好些的 以前曾经的比赛 就说你用照片 开张照片都死了 这样也不会的 就是一个正常 懂摄影的人 知道后製是摄影师的责任 就是一个部份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正常的影像处理 我亦都在香港小比赛 就不多见 一些摆明异花节目 那些没有什么不多见 因为可能交给我之前 那些同事已经洗走了 有没有遇过很奇怪的奇特的比赛照片 真的很多 怎会没有奇特的照片 奇特的照片 都是 例如 有一个我记得是自然摄影 又是亲子座 我亦都希望你和儿子在沙灘跑 有一张 我不知道他在市区有什么 很不自然的 是两父子 但是你不是在自然环境 我又不知为何他第二张上去参加 可能他觉得两父子的组合很吸引 但是 市民比赛的评判 不是看你能否吸引 是看他必不必定的主题 因为我们会分 什么符合主题 是30分 技术层面是40分 接着40分 就可能看你能否 就是奇特卡 这样的东西 是 现在就好些 现在看照片 通常人数码上去 还有现在的市场比赛 程序比较简快 是 以前不是的 以前我记得巴士公司的年代 他印了一些照片 一张长的桌子 摊在那里 在那里看 就是几个评判在那里看 是 好像是讯网选择明星卡 是 我以前就是 整间conference room 四五排桌 然后铺在那里 接着那些评判来 就给几个coin 他觉得漂亮 就放进去 哦 这样 这样的 接着看 好像牌牌 接着你哪张最多呢 那就赢了 就是这样 有人笑我 那个重曝光比赛 就搞一次 就搞一次 你这样笑我 哈哈哈哈 我抢你去就搞多重曝光比赛 好 好 送个tickboot的外线 多重曝光的课程 课程 哎呀 真的搞一下 真的可能有参加 好啊 真是好厉 是的 所以我觉得词面比赛呢 值得玩呢 值得玩呢 玩吧 你玩就可以了 不用太认真 真的 你输了就输了 我参加过 用一个学习的心态 我觉得去看别人的参赛作品 都很开心 是的 比赛得出来 你可以学一下别人的东西 如果自己觉得 又可以笑一下 其实都挺好 如果你害怕呢 我教你吧 你低调地参赛 你不要跟别人说我参赛了 那样 或者你怕拿马拉松 你不怕说 你不要说我出发了 那样 你拿了东西回来 你才搜索出来 我参加 你明不明白 即是如果你很高调 说我出发 然后原来 只是拍一个牌的合照 那可能对你来说 未必接受到这个赛稿 对吧 最近也知道 有队甲组都接受不了 四年没有冠军 而退出比赛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这样的心态 你不要参加比赛 所以就 对吧 游戏一场而已 轻松一点 当然如果 现场观众 不是 我们没有现场观众 没有现场观众 整个幻想 有几百万人 即是如果 你在家里面 看直播 你想问我 有没有参加比赛的提示 或者有没有办法 可以 不要说是收买个评判 即是接近评判 看的 什么呢 一些相关的问题 你留言 我们在这儿看 是 关于你留言 问问题的过程 我们都可以 分享我今天 嗯 是的 那去到哪儿了 今天 我特意 不知道为什么很有趣 这个直播的人 说要洗完澡才看 哈哈哈哈 那我今天都应这一个要求 我自己都回家 洗澡才来的 那我没有啦 要收工 哪里去洗澡 这些是冷气 我行差没冷气 是 但是这段时间 真的很好天 即是早上上班 下班都很凉 很舒服 其实真的很适合 早上我通常不知道什么事 我还没起床 哈哈哈哈 我是知道我今天起床的时候 天色多不错 然后就立刻上班 有个很开心的八号之后 是 当然对我跟你 没什么特别影响 是 但是 今天又好像相比起 早两天好天好很多 是 我今天就 迫起深江 最近也少了行山的 跟着迫起深江 走了去马鞍山 一个地方 嗯 其实我 我就不是走 不是走下去的地方 我都整天之前 好像做明报的那个访问 都这么说 就是说 他问我摄影师 拍胶的东西 不是拍胶的东西 国际 是 是很害怕 那些人会这样 跟我们交易 交易 就是会 心态是怎么 有没有不一样 我说有啊 拍到就走了 哈哈哈哈 不是为了行山 而行山 我们是 即是我也喜欢行山 不是说不喜欢行山 但我很喜欢行山 可以有些美景去拍摄 我想你也是这样 是的 那我今天走到那里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五星级的地点 五星级的难度 五星级的难度 是的 景观我觉得也是五星级的 即是如果你喜欢地质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很喜欢这张照片 我亲手按这张照片 点一下 神手 哇 这张 是的 这张就 怎样说曾经你 行不行 我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呢 其实是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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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巢石林 鹿巢石林 嗯 是什么来的呢 你会看到 其实是很多大的岩石 好像石河一样的 但是很多架 冲到烂了 那就碎了 就整个山坡都是 嗯 你觉得可不可以在里面行山呢 你就这样看 这一个 怎么行不下去的 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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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危险 其实是危险的 这个鹿巢石林 如果你上网 看一般的行山网站 都会介绍的 就是说是五星级难度 就是一些走开山的KOL 我不是 他们都说 哇 走完之后很惊险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照片 你都会感受得到 就是你看到 它是很多架岩石 没有一条明确的路径 是 而且不是小架的 是 大架 你走进去 其实就 我没有走过 我这张是按飞机拍的 我找MARFIC2 MARFIC2 MARFIC2 尼远拍的 但是就 我拍的过程 看到有一个人在走 真的 有一个人在走 是 它已经走到比较高的一段 其实这张照片 不太多 我们可以看看下一张 下一张 就是 你看这一张 就 更夸张 这个是一分 但是 你会在这个鸟 碰到九十度 看回来的角度 你会看到 都很密密麻麻的 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在下面 走进去 我看到你走到中途 走回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走回去 原本是一条路 舊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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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在里面有很多 固人精华的石头 都很有趣的样子 但是 我自问 我就不会这样走进去 因为 免得烦到人 不想见报 不想见报 不要见报 在这里直做直播 那就找飞机过去拍 但是我觉得挺有趣 我第一次拍 这里 都要走去一个 比较 又不是难去的地方 但是 要特意走 我走了大概 过半钟才到 这个起飞的地点 是 但是 我觉得 都很喜欢这些 我还没收拾 这些还没收拾的照片 好 还有一张是在石头 这张 好了 我们再看看这张 这张我很喜欢 很奇怪 他说山头有很多 什么石 什么石 我都去找 有一块石 我不知道什么 找不到 那这块石 有没有名堂呢 我不知道它是否叫做 龙船石 还是什么 香港有很多龙船石 香港有很多龙船石 这张我喜欢在什么 顺光 然后又看到一些岩石 的堆 堆齐 好像说到有人堆出来 我有个阿叔 他和我一起走上去 我不认识他 然后 他问我 是否有人摆上来 我心里说 你没事 这块石最小的那块 我都 动都动不了 那块石 那块石 为什么要没有个人摆上去 真的有趣 他可能以为他是 外星人 搞出来的 金字塔 那些什么 金字塔 那些是朋友 然后他问我 我说 不是自然的风化现象 风化现象 但是风化得很漂亮 风化得很漂亮 这个景真的很漂亮 我帮他用一张 不是合照 帮我拍一张打卡照 我本来也有想过 叫他帮我拍一张 因为我有一个人 我都觉得 OK 这个位置真是挺漂亮 但是我想起 他上山的过程 是这样 一会儿 那些飞剑 都在那边 我已经走到他前面 但是有时候 没有办法 我停下拍照 也被他爬了我头 然后就想 他没有给他的相机碰 我停下拍照 我都要洗手 不好意思 叔叔 你听直播 应该没有听 注意个人卫生 去到哪里都要 去到哪里都要 行山 你不要放冰箭 我还有一张 还有这张打动的 打动的 给大家看看 路放 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喜欢拍这些路放的相片 一来我要介绍给别人听 去南岸走 然后就是想展示 好像很难走 你看这张照片 觉得难不难走 是否有经验 这张照片好像很斜 好像很斜 但是 不过是那个镜头 拉拨了 其实 但是幸好这几天好天 好天啊 刚刚下雨了 这些就 我幸好 我放了那些飞机 然后起云 就开始遮住那些卷云 所以 因为你去到那些气场 太厉害了 这些云都因为你分开 应该也是 是的 昨天四十周年 都有些很厉害的气场 我都有一些小气场 小气场 小气场 不是小气场 这个地方 挺好的 这个地方 剃虎图的同学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之后看看我们一起去拍一下 挺好闲的秋天 挺舒服的 而且附近也有一些 很有特色的东西 不过我没有把它放出来 是的 正确是什么地方 就买个关节 主要今天再分享一次 就让大家看看 这张 就是这张 就是绿巢石林 但记住不要发现 一人走 就算一班人没有准备 都不要走 一定要找个走 或者你自己的体能 要攀开石 就会好些 不然就不要挑战这个地方 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是否有合飞机 是否有合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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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比赛 不是送 我想过了 就是 整个飞机去拍一下 安全一点 就是 有那么好的工具 帮到大家 是的 如果你说开飞机 我想问 你这些 买哪些类型 需要买 因为这些很专业的 初学者来说 那应该是 现在譬如我们台面 这个是Movic Air 2 我也是一个很专业的新手 买哪一部 是的 很多人都会问 很多人都会问 问 这部是否Air 2 是 还有一部便宜的Mini 是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很怕炒机 便买一部Mini 但是你觉得 你都会去学一下 上一堂的 会跟一些比较熟的人去玩的 或者身边一些比较熟的朋友去玩的 买一部好一点 我相信在区政区 很多人都喜欢拍照 应该都有一定要求的 因为买Air 2 因为有很多客人 有时候上来找我去聊天 问买哪一部 其实他们伸手来说 其实玩是不难的 不难 但是他的心理障碍 有些客人跟我说 几千元飞了上天 跌了下来怎么办 跌了几千元 不是就像个威sir那样 跌了几步也算了 就算了 你听到我的手指 有几大一条 不是的 你玩得 就预了几千元和几万元 都不会跌下来的 你踌到人也没有 自己有存在损失也没有 其实心态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说几千元 心理压力少一点 但是不是叫你预了会炒 你预了会炒 也很少会炒的 少的 因为他都很厉害的 都很厉害 你循规道举 可以玩就OK的 如果大家想玩可以留言 我们之后 威sir就会搞 我们就会夹一些 天气好的 可以搞一些航拍班 可以一起 Misselle 问我 多了吗 因为我说我今天走延山 第一件事想去开大 我猜石林里面 会不会已经有一粒 应该是 不知道为什么 对身体的行为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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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没有 我在现场 下次我试一下 在行山做一些直播 或者拍一些片 和大家讲一下 好 就是看一些路 挺好玩 突然间 令到我一个画面 人家的交友油 很漂亮 我也可以做tube 不要 不赞做 型男郊遊遊 美女郊遊遊的那些很漂亮 我挺好,你們在工作就在郊遊 然後我說風景很燦爛,要下邊光鏡 我們試試一下 短褲,我幫你拍 短褲通常是爆臨的 爆臨的短褲真的不好 我的皮光肉滑,扣樣子賺食 你叫我介入短褲就行了 OK,OK,OK 好啦,今天我們都不允許猜測 有人說飛,有人說好說飛 飛啊,是嗎? 是的,我們有多說一些飛機東西 威sir 也有很多很漂亮的航拍 我們找一次專門說航拍 很多入門的都有興趣 可以看看有多少我們加班 做團購等等 甚麼都好 是的,不要浪費了一個好天 秋天也挺漂亮的 是的,是的 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想我們待會要去 完結後正式去籌備這個多重曝光比賽 是的,找贊助 如果有贊助商贊助我們的多重曝光比賽 就出聲了 是的,Title贊助 送枕頭做獎品也可以 好,最後記得了 當然要去likeVisor的 Take Photo 是的 還有Photowarm的 Facebook搜尋這兩個字就可以了 如果想知道產品多一點的東西 就可以去Arport 或者去我們YouTube搜尋Arport Online 今晚我們的視頻 其實這麼多集都放在這裏 可以看的 最重要是追蹤了 我們就完成了 好 好,今天先說了這麼多 有甚麼想我們過去說 就留言給我們 我們PM我們 我們下個星期排 跟著去說那些 就這樣了 好 好 好了 好